DG分析今天跟大家讲讲 今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 武汉肺炎的最新的一些发展 以及讲讲其中一些很关键持份者 他们的一些反应 或者是后续的发展是怎样 讲的是其实刚刚香港都开始出发了 派一些政府的公务人员 入境处或者卫生当局的一些同事 去日本接回滞留在钻石公主号的香港人 钻石公主号到现在为止 其实是有542人感染的 新增了88宗的确诊个案 最新刚刚今天的数字 我想讲的其实不是只有钻石公主号 我想讲的反而是这个世卫组织 为什么我会说错了是世卫组织呢 因为其实呢 如果你看他的过去一段很长时间 今次新型观众病毒的疫情 其实你真的觉得他像世卫组织 多过像世卫组织 因为他很关心这个贸易 很关心这个航空业 很关心这个邮轮业的一些 经济活动的发展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塞和谭先生呢 最新他其实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就说外界呢 为什么要经常讨论 停止这个邮轮旅游呢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一刀切的做法呢 就没有帮助的 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 采取相应的措施 他的同事他的下属 这个Mike Ryan 就是这个紧急计划执行主任 世卫组织的 就还反问 如果因为有人可能接触到病毒 就停止游轮旅游的话呢 这件事究竟才能完结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世卫组织 你是不是应该纯粹一点 就是纯粹一点 他只是讲这个卫生 世界卫生的一些事项 或者医疗的问题等等 其实呢 当这个钻石公主号呢 由最初我们发现一个人感染 去到现在五百多个案件的时候呢 世卫出来呢 这一种的说法呢 我想就算他说了呢 社会呢 都会有功论的 世界社会都会有功论 究竟停不停 其实我相信呢 不是世卫组织出来说 就可以适宜 反过来呢 就如果有一些的措施 能够令到大家呢 对于一些的航空交通啊 或者邮轮的旅游啊 有多些的信心的话呢 自自然而呢 那些人就会继续去玩 这样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呢 因为世卫组织呢 之前呢 其实呢 在内地爆发疫情之初呢 他也有说过就是说呢 大家不要停一些的航空啊 或者贸易的往来 这样的样子 不过 很明显地呢 他说了等于没有说 因为呢 就其他国家或者地方呢 很多呢都 都停止了很多的航班 还有呢 就是呢 对于呢 内地或者香港的 港澳人士呢 都去入境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都提出一些呢 所谓的检疫的一些的制度等等等等 那这个就证明了呢 其实呢 有时候呢 我相信呢 真的 其实呢 不是观众眼睛 是雪亮 是社会上 大部分的人 眼睛都是雪亮 大家做出什么行动呢 绝对呢 不会因为一些专业团体的 大家不能理解的看法呢 而改变的 那呢 其实呢 就 反过来 其实呢 在世卫呢 近期做出了这么多呢 这些的讲法之后呢 呢 美国呢 就即时呢 有一些呢 很大的举动 为何说很大呢 其实美国呢 本身呢 每年呢 他给这个的 世卫的这个捐款 其实是全世界最多的 是佔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接近百分之二十五 第二是这个日本 是九千二百六十万 讲的全部都是美金 而这个美国刚才说的就是 两亿三千七百万美金 那中国呢 是排第三的 是七千五百百十万美金 是佔百分之七点九的 那德国和法国呢 就分别是六千一百十万 和五千二百万的 那为何我说 这个美国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 举动上的改变呢 因为呢 他突然之间 就宣布了 啊 将这个世卫的捐款 这个捐款呢 减了一半 不过这样 他减了一半之后呢 都佔了 接近百分之十二点五 那这个做法呢 我可能想呢 在现在 大家都知道 世卫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疫情 一个考验的时候 需要很大的资金或者资源呢 去想想呢 帮全世界的地方 除了内地之外 去应付这个疫情的 而且呢 而且呢 内地呢 本身的资源呢 暂时来看啦 虽然都很紧绝 不过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 如果这个病呢 是发展到呢 传到去非洲 一些落后的地方 他会不会呢 有一个类似伊波拉的状况 甚至乎更厉害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因为呢 伊波拉呢 在当年 其实都是药膜 两万个症 左右 但已经是令到 全世界都文风湿变 如果你说 现在呢 内地呢 也有七万个症 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呢 我相信呢 世卫他需要 投入那个资金去抗疫呢 帮这些国家呢 我是相当之担心的 再加上就是 美国今次的举动呢 其实是 更加呢 令到人就是 就是 会疑惑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世卫是否还能够继续运作 在一个 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之下呢 那么 有时候 我觉得 口讲呢 就 这个实际的行动呢 可能真的有一些距离 正如美国今次这样 虽然 美国的政府 一些官方单位呢 暂时对于这个 就是世卫 或者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呢 就没有一些 可以说 很指导性 或者一些很剥扁的说话 甚至乎呢 其实都是比较中性的 特朗普总统呢 也都有赞扬过呢 中国处理疫情呢 那个能力 也都觉得他做得很好 不过 那为什么 在这一刻 又需要去减 这个世卫的这个捐款呢 确实这件事呢 就绝对不耐人尋味的 大家估都估到的了 今天就和大家呢 谈到这里先